马来西亚冠病疫情8月13日最新消息 点击右下角小铃铛订阅我们的频道 马来西亚冠病疫情8月13日最新消息 最新确诊人数达到21468人 活跃病例人数达到241187人 康复病例人数达到17025人 死亡病例人数达到277人 让我们关注最新新闻 第一则新闻 警方处接种中心提前告知接种人数 方便维持秩序 武吉阿曼内部安全及公共秩序部总监在纳阿比丁说 冠备疫苗接种中心需提前通知 警方有关复约接种的预估人数 以便警方及早部署和维持现场的秩序 确保复约者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他说此举也只在避免接种中心发生任何违规行为 以致人潮涌拥挤的情况 7月28日 警方证实网传消息 KLCC接种中心出现外籍人士大排长龙的情况 而二天后 关怀之家小老鼠圣祭酒店也因为误传为外籍人士提供直接登门接种服务而出现人满为患情况 第二则新闻 接种年龄将降低至12岁当局下周公布细节 全国冠病疫苗接种计划协调部长凯里透露 卫生总监诺西山已建议降低接种年龄 让12到17岁之间的青少年开始打冠病疫苗 凯里所提到的卫生部通令是一份至其8月12日 由诺西山所发布的文件 通令提到12到17岁的青少年可在9月15日开始注射冠病疫苗 根据疫苗的供应情况 所有16到17岁的青年都有资格接种疫苗 无论是否患有疾病 至于12到15岁 患有疾病的青年也有资格施打 通令补充有关外展计划可能会在学校落实 这份通令也附上了青年施打疫苗前的评估指南 此前曾经历严重药物及疫苗副作用者 免疫力低下者政府用抗瘾血剂药物者 以及有出血倾向的青年皆需接受这类评估 第三则新闻 郑火宇系列改革应考 首相现任与反跳槽等 为了应对9月初的国会大考 首相慕尤丁宣布一系列的改革承诺 包括限制首相两届任期 推行反跳槽法 落实18岁投票及提高在野党的国会角色等 他今天通过电视直播演讲宣布 若他在国会通过信任动议考验 就会推行多项改革议程 慕尤丁表示 一旦在国会上下意愿 取得超过三分二意愿的支持 国盟政府甚至会提成修宪法案 限制首相任其治两届 此外 他也承诺政府会在国会下意愿提成反跳槽法案 国会方面 慕尤丁承诺改革国会民主 包括可以增加国会特别临选委员会 以及确保朝野议员在特委会中的人数平均 国会特别临选委员会的数量也能够增加 确保所有国会议员能够通过参与委员会 更有效地扮演制衡角色 为了确保国会的制衡角色 50%的特别临选委员会将由执政党议员担任主席 另外一半则由在野党议员担任主席 慕尤丁也说 由于担任特别临选委员 会主席的议员工作量将增加 政府会提供额外的人力和退休金给他们 点击右下角小铃铛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